哈喽,大家好,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《赠人玫瑰,手有鱼香》,帮助别人不仅能够让自己开心,更可以感染到身边的人,让这种美德传承下去,把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 今天女神就为大家带来一部老人看到抖动的地板,主动站上去让行人避让的短片。 影片的一开始,一只小鸟落在路边吃着散落的食物,一块地板突然抖动了起来,吓得小鸟赶紧飞走了。 当地板停下的时候,小鸟再次飞来,可是它却对这块地板产生了阴影,原来旁边有人在这里施工,随着电钻的声音,地板也是剧烈的抖动。 小鸟也飞走了,这是一个白领走到了床边,听着外面吵闹的声音,直接就拉上了窗户,这时一个男人拿着光纹包走到了施工的地方,一直看着手机的他并没有注意到这里正在施工,而且直接走到了斗动的地板上。 这让他摔了一跤,楼上的白领见状捂着嘴笑了起来,他的笑声引来了旁边的人来观看,这时走来一个送快递的,他因为手中的物件没有办法看清楚道路,他直弄弄的也摔了一跤。 这时老板也走了过来,他也看着这块斗动的地板让一个拿着伞的男人摔跤,一个温柔的女士摔跤,一只小狗也是一样。 而窗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观望着这块地板给他们带来的一瞬间的快乐。 他们围压在地板下的小鸟难过,但也为小鸟的重生而开心,这时一个老大爷就这拐杖慢悠悠的走了过来。 老大爷自己走路都是晃悠悠的,更加看不清在眼里摇晃的地板了,大家看着这一幕都有点紧张。 于是刚开始的白领就想拉开窗户提醒一下,可是这窗户关键时刻竟然打不开了,眼看老大爷就要走上地板的时候,大家都过来帮忙。 当窗户打开的时候,他们发现了一件惊奇的事情,此时的老人竟然不抖了,原来他已经站在了抖动的地板上,原来他自身的抖动再加上地板上的抖动,让他整个人得到了中和。 于是他就在这块地板上打起了短,这时一个小孩经过,工人也停止了施工,抖动的老人颤颤巍巍的拉过旁边的警示牌放在了这里,小孩看着之后也绕想了过去,把楼上看热闹的人也开始散去,因为此时已经没有热闹刻意看了。 在这个信息不断发展的社会,人们经常会遭受到欺骗和打压,因此他们不敢把自己热血的内心表露在外,导致现在大街之上到处都是一些龙眼旁观之人。 可是在看到这位老大爷的表现之后,我想我们每天都是会有所改变的。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,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。